这才是杏鲍菇最好吃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蒜黄炒杏鲍菇的家常做法 鲜香入味,开胃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食材便宜,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根新鲜比较大的杏鲍菇 如果比较小的,最好是多用几根 接下来先把杏鲍菇切成段 再切成一筷子头厚的片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烹饪小知识 要想杏鲍菇做出来,干香入味又好吃了 过油杂质这一步是必不可少 所以切的时候稍微要切粗一点 因为通过杂质它还会缩水 而且切得太细,迟早还没有口感 切成大小均匀的条,然后放入盆中 再准备适量的蒜黄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有的人分不清楚蒜黄和酒黄的区别 蒜黄是圆格的,酒黄是扁的 而且两个价格差距很大 酒黄比较贵,蒜黄便宜 小米辣两个切成圈,增加辣味搭配颜色 不喜欢吃太辣的不要放 五毛钱的五花肉,先切成厚点的片 再切成条 各位好朋友,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盆中 食材准备好后,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然后倒入干净的色拉油 炸杏鲍菇油温稍微要高一点 烧至六成热,下入杏鲍菇 用勺子推动,让其受热均匀 杏鲍菇油温稍微用火烫 再来炒 杏鲍菇油温稍微要达好 杏鲍菇油温稍微要温稍微达好 表面的油份比较大 而且还有一些寡色的味道 通过焯制可以去除油脂和入底味 汆烫大概10秒钟 然后烙出 拎起锅 把锅烧干 放入适量的色拉油 先把锅滑一下 这样防止炒肉的时候沾锅 滑好倒出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五花肉丝 保持中小火 先扁炒出肉里边多余的水分 衔助香味 把五花肉扁出油脂 表面稍微发黄 然后放入少许的老抽 上底色 放入适量的料酒 细形增香 然后倒入星鲍菇 快速的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 炒至大概需要10秒钟左右 把星鲍菇炒上颜色 接着倒入蒜黄和小米辣 蒜黄一定要稍微炒久一点 要不然吃着会非常的深 炒至蒜黄稍微发软 放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提味上色 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老抽 上颜色 让菜品看起来 容量更加有食欲 炒匀后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鸡精 和适量的白糖 不会提鲜 最后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几下 化开调料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即可出锅 装住盘装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咸香微辣 下饭又下酒的 蒜黄炒杏鲍菇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